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進財論教育!港人講師,華理智》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林Sir 我本身是香港科學創意學會的理事 亦都是香港數理科技工程學會的理事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惡罪沙龍的主席陳鑑明先生 上來接受我的訪問,陳先生 歡迎你,我知道陳先生從事音樂活動很多年 但近年有一個現象 就是怪獸家長為了讓自己的子女入讀心儀的學校 我已經小時候開始給他們補很多音樂的過程 又要彈琴,又要唱歌,又要拉小提琴 哇,十八般武藝,學音樂固然好 但如果這樣密集式,對小孩是一個好事還是壞事呢? 我們講到這一方面其實是很複雜的 因為在入學的時候,譬如入小學 可能他們在幼稚園的時候 已經是培育小孩對音樂上的興趣 現在有一些小學,他們都是有樂隊的 或者他們有規定的 要學什麼樂器 使得那個小孩在這間學校裡面 不僅僅是在學術上面 還有在他們的娛樂上面 都是很好地學習 所以有一些家長 他們都很希望進入某些學校 而那些學校呢,他們是有規模 他們去,譬如邀請一些很厲害的 譬如管理樂團的指揮 是進入他們的學校裡面 做他們的樂團的指揮 那就提升他們學校的質素 是的 也使得同學對於某一些 譬如音樂,譬如是樂隊 哇,他們都很專注 因為有一個很厲害的教授 教他們 有些家長看到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 咦,我如果要進入這間學校 就要提升這個小朋友 他們在這方面的素養 質素 使得他們對音樂有興趣 所以他們就會 給他們多一點訓練 是的 你所說的怪獸家長 因為他們不知道 小朋友喜歡跳舞 樂器多一點 唱歌多一點 所以每樣東西都給他們試 所以會有些少許壓迫 嗯 不過其實最重要的是 給個小朋友挑選 是 例如我這樣 我就跟小朋友去看 譬如小朋友那些學習 譬如是管弦樂團 或者是小提琴的演出 或者是鋼琴的演出 被他擱了 那麼他就選了小提琴 所以我兒子呢 就很自自然而 就給他學了 是 那麼四五歲開始 已經給他學小提琴了 是 那麼現在他都 每一年 都有時候 有一些小提琴的活動 就算他是現在大學畢業 即是大學畢業 即是大學畢業 那麼他就是 有時候會外面有一些音樂表演 他都會用他的小提琴 那麼我們覺得呢 這個是非常之好的 是 可以這麼說 是從小開始 嗯 有時候不要誤解了 那些家長呢 就是對這一方面 那個的 哇 真的什麼都想要 嗯 那麼有一些的 學校 現在他們呢 譬如有一些的 樂隊 還有呢 是合唱團 那麼其實最重要呢 都會配合 學界 是 還有一些呢 就是比賽 是 每年呢 都是很希望那些 小朋友呢 的比賽呢 都得到一些成績 是 那譬如好像我的小朋友呢 他每一次呢 都有參加 譬如朗重比賽 是的 那麼還有呢 是 音樂比賽 小提琴的比賽 是的 是 合唱團的比賽 在校際 他們都得到好的成績 還有又得到獎 是 對他們來說呢 很認同呢 他在這一方面 那個學習的 還有呢 他都有一些優圓感 是的 還有他們的合唱團 經常出去演出 或者是呢 在他們的社區演出 或者是某一些的項目演出 或者是節日上面的演出 是 他又會加入呢 譬如是 香港兒童合唱團 那會參加一些大型的表演 是 對他們來說 在學校上面的演出 是非常之有悲益的 是 還有呢 那些小朋友 會參加一些考試 是 香港王家音樂學院的考試 是 聖三一 或者中央音樂學院的考試 是 是 使他們呢 是更加呢 是專注的 或者是呢 是拿到一些好的成績 是 或者是呢 學習上面呢 更加提升 他自己呢 有一些叫專業的水平 是 所以基本上呢 都不能誤會 因為他們的家長呢 就是 對那些小朋友有很多要求 都是給多些 我們叫做 機會 讓他們呢 可以多一些的學習 所以呢 學音樂 學多幾門的樂器 其實 都是給小朋友 一個選擇的機會 而呢 最終呢 他們選一兩樣 他專注來學習呢 就是 對小朋友呢 是非常之好的 是的 好 多謝陳真 多謝 拜拜